从河北行台坐车,至北京再转车来安徽合肥,辗转一千多公里的新牢,也未能磨去孙俊化名父亲和妹妹的分毫悲痛。 7月23日,是孙俊到在直播工作台之后的第四天,孙俊的父亲特意带来一只黑色手提包,用他来装儿子的骨灰盒,带儿子回家说到这里,57岁的孙父再也忍不住,哭了出来。 孩子小学毕业就没有再读书了,18岁外出闯荡,一年多前开始做网络主播。 昨日,孙俊的父亲及其妹妹、妹夫,接受了新安晚报、安徽网、大碗客户端记者的采访,讲述了这位主播的成长经历。 男主播遗体昨日上午一火化。 7月20日清晨5点多接到电话,得知哥哥出事,我根本无法相信。 孙俊的妹妹孙丽化名,对新安晚报、安徽网、大碗客户端记者说,他在北京工作,得知哥哥出事,父亲就从河北行台老家往北京赶,之后他和丈夫以及父亲一行三人,从北京乘坐高铁赶往合肥,一路上就想车速再快一点,想早点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。 孙丽说,他只有这一个哥哥,家中没有其他兄弟姐妹。 一行三人在7月20日晚上10点半左右抵达合肥。 直到看到哥哥的遗体,我父亲依然不敢相信,怎么会出这样的事情。 昨天上午,孙俊的遗体,已经在合肥市殡仪馆火化,孙父打算把孙俊的骨灰带回老家祖坟安葬。 记者在现场看到,孙父把儿子的骨灰盒装进随身带来的手提包,手一直不停颤抖,几乎无法放入。 直播平台派人来肥,希望孙家低调解决。 昨天上午,孙俊父亲告诉新安晚报、安徽网、大碗客户端记者,7月22日下午,有两名来自湖北武汉的人到合肥找他们,两个人自称是和我儿子签订合同的一方,希望我们能够低调解决这件事。 大概谈了20分钟,然后他们就走了,连恶连西方式都没给我们留。 孙父告诉记者,孙俊是在斗鱼直播平台上进行直播的,是与被与武汉的一个公司签订的解说合同,按照合同约定,孙俊所得的收入礼物按照三期分成,即孙俊分得70%,中介分得30%,事发后,孙俊的女友曾通过孙俊的微信,联系直播平台相关人员,7月22日下午,两人从武汉来肥与孙父等人见了面。 对方只说来这看看情况,再回去向上汇报。让他们给我们留个联系电话,他们也没有留。 孙俊说,在孙俊去世后,斗鱼直播平台,马上关闭了他的直播间。 7月21日,记者曾两次联系斗鱼直播智能客服助理,询问此事的相关情况,但一直没能得到回复。 昨天下午,记者再次联系斗鱼客服,亮明记者身份,并提出采访孙俊死亡一事,随后,记者因斗鱼客服要求,提供了记者证照片和编号。 但截至昨晚发稿时,记者尚未得到斗鱼直播平台关于此事的回应。 家人质疑直播平台是否尽到监管责任。 对于孙俊的遭遇,孙俊悲伤的同时也很愤怒,我儿子直播的内容或许不对,但直播平台难道就没有责任吗?这样的内容允许直播吗? 孙俊对于斗鱼直播平台,有没有尽到监管责任表示质疑,想通过法律途径为儿子讨个说法。 平台的监管一定要到位,不能放任这样的行为,也不要再让这样的悲剧出现了。 孙俊说,直播平台是如何履行监管责任的?不是说24小时进行监管吗?眼看着孩子在喝酒,吃壁虎无功之类的东西,却无动于衷。 如果说监管平台看不到,为何后来又将我儿子的账号关了?如果平台即使制止或提醒他,或许悲剧就可避免。 比如,如果我儿子当时还在继续喝,作为平台应该可以把他的账号关停不让他再直播了。但他们显然没有这样做。 孙俊说,当时我在老家,得知这个消息,我大脑一片空白,感觉天塌了一样。 孙俊悲痛地对心安晚报,安徽网,大腕客户端记者说,儿子做事很有主见,为人善良,就是性格有些内向,脾气有点倦。 孙俊在小学毕业后,因为成绩不好,就没有继续读书了,因为年龄尚小,家人也没让他干活。 在18岁那年,孙俊开始外出闯荡。孙副介绍,孙俊先是去北京打工,在那里待了七八年,并在那里认识了他的女朋友。 因为女友家是合肥的,大概在2012年,孙俊随同女友来到合肥。孩子在外的这些年,和我们不常见面,但只要一有空,就会给家里打电话。 孙俊的父亲告诉记者,孙俊是一个很孝顺长辈的好孩子,过年过节常给家人打电话,还会给家里寄钱,他在外面非常不容易,但从没给家里诉过苦。 孙俊的奶奶今年70多岁了,老人家血压高,心脏也不好,家里人都还瞒着消息。而孙俊的母亲,早在儿子24岁的时候就过世了。 据孙俊介绍,来合肥后,孙俊送过外卖,然后在一年多以前,转型变成了一名网络主播,日常的经济来源靠当主播为持,收入多少取决于粉丝打赏的礼品多少,一个月收入高的时候,能达到七八千元,少的时候只有两三千元。 女友已怀孕,孩子十月出生。 孙俊告诉记者,孙俊的女友已经怀孕,今年十月份,孩子就要出生了。 他哭得比我还伤心,他俩有将近八年的感情了,还怀了他的孩子。 孙俊介绍,孙俊的女友目前也是在合肥打工,他们两个是很相爱的,儿子缺钱的时候,他也会帮助他。 两人都商量好了,等孩子出生后,让孙俊的妹妹到合肥帮忙看孩子。 我对儿子这个女朋友是很满意的,要不是出了这样的事,过一段时间,他们就要领证去了。 说到这里,孙俊的父亲,已失声痛哭起来。 孙俊出世时,也是女友最先发现的。 据孙俊介绍,7月18日晚是孙俊的最后一次直播,而到了7月19日,孙俊的女友曾一再给孙俊拨打电话,但一直无人接听。 在联系不上孙俊的第三天,也就是7月20日清晨,孙俊的女友赶到孙俊,在合肥别账路与石门路交口同贯花园租住的房子处。 他站在屋外不停地敲门,但房内一直没有人应答,随后,他就给房东打了电话。 孙俊说,当时房东到达后发现房门是繁琐的,只好通过阳台窗户翻进了房间。 房门打开后,孙俊的女友和房东,却发现孙俊趴在直播工作台上,一只手臂下还压着直播时使用的话筒,已经一动不动。 等民警和120急救人员闻讯赶到后,孙俊被证实已死亡。 直播时喝了大量白酒。 7月22日,孙俊和孙力整理孙俊一屋时发现,在孙俊居住的出租屋内,还存有一筐鸡蛋,几箱啤酒,数瓶北京牛兰山排二锅头。 据孙俊介绍,警方曾向他透露,孙俊当天在进行直播时,打开了两瓶白酒,其中一瓶喝完了,另外一瓶还剩下三两左右。 我们看到遗体的时候,他孙俊整个脸都是紫黑色的,指甲已经完全黑掉了。 孙俊称,辖区警方提供的相关材料表明,孙俊细缺氧窒息导致的死亡,警方说他是直播时喝酒,然后可能吃了什么壁虎、蜈蚣之类的,堵在器馆里了。 警方人士告诉记者,根据调查情况来看,孙俊确实曾在直播时饮酒。 但对于他是否有吃壁虎、蜈蚣等行为,警方表示,目前没有可以提供的信息。 妹妹说,他以前从来不酗酒。 上个月还和哥哥通过电话,此前也和哥哥没有断过联系,我印象中他从不酗酒,甚至很少喝白酒。 孙俊告诉记者,以他对哥哥的了解,他很难相信,哥哥会在直播的时候喝酒过量。 孙俊说,在他的记忆中,即便是和朋友一起吃饭,哥哥也很少喝白酒,偶尔会喝一些啤酒,和家人在一起吃饭时,更是很少喝酒。 提起哥哥孙俊在直播时,可能吃下什么壁虎、蜈蚣之类的东西,孙俊说不敢相信。 在事发后,孙俊登陆了哥哥的直播账号,要不是看到网友的聊天记录等信息和视频,他是无法相信,哥哥会做出如此出格举动的,我一直觉得他是有分寸的,可能他太拼了,我们家人不知道而已。 孙俊的父亲告诉记者,等回到老家后,会低调办理儿子的丧事,肯定要安葬在祖坟里,让儿子入土为安。 孙俊说,自己近年来,在河北邢台老家打零工,还要照顾七十多岁的老母亲。 他说,自己经历过多次生死离别,弟弟在47岁时,因为车祸离世了,妻子45岁时去世了,这次孩子一走,整个家就散了。 但怎么办呢?生活还是要继续啊,我还要照顾老母亲啊。 直播平台是否担得律师给出专业说法。 昨天下午,安徽成一律师事务所的何陈律师,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,对于直播过程中意外死亡的情况,孙俊作为成年人,应该知道自己的行为会带来什么后果,因此应当承担相应的后果。 对于平台方来说,也要负一定责任。 对于孙傅的维权想法,何律师说,首先要看双方签订的合同,有无约定直播方式,是否鼓励或要求对方采取失东西,喝酒等类似行为来增加关注度。 如果有类似条款的话,那么合同的另一方,可能存在一些过错,同时,还要看合同中有无安全条款,比如提醒当事员在使用平台时,应注意自身安全,不做一些危险的有可能涉及人身伤害或伤亡的行为等。 何律师表示,其次还要看该平台有无在主播直播过程中发生意外时,帮助他报警或救助的义务,如果有报警或救助的法定,或约定义务没有做到,那么平台方需要承担过错,赔偿损失。 何陈律师说,直播平台是一个新生事物,而法律的出台或完善具有一定的滞后性。 相信在这事之后,肯定会有一系列的法律法规的完善,包括对直播平台义务的规范等。 同时,对直播喝酒、吃无功等行为造成的伤害平台,是否有责任监管、如何监管等,也需要对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完善。 本组稿件由长城陈旭新安晚报、安徽邦大晚客户端记者许佳,微信心摄影报道。